冬瓜排骨汤这样炖才好喝 排骨软烂一脱骨 冬瓜棉软一入味 汤汁奶白浓郁 家里能炖汤的就剩这些排骨了 用水把它浸泡一小时 然后多清洗几遍洗去血水 冷水倒入锅中 放入葱姜 倒入料酒 水开撇去浮沫 撇干净一点 捞入温水中 再清洗一遍这样做出的汤汁才不幸 志愿者今天送的菜包刚好有一块冬瓜 切一半就够用 把皮削了 切成小方块 砂锅中倒入油油热放葱姜煸炒 再倒入排骨翻炒 炒至微黄 倒入开水 水多到一点 有浮沫的把浮沫撇去 大火烧开转钟小火炖40分钟 在炖的过程中拌个小咸菜 胡萝卜擦丝放盐腌制一会 放入切好青椒丝 倒入香醋 翻拌均匀一道好吃的下饭菜就做好了 这时排骨已炖好放入冬瓜块 再炖15分钟放盐鸡精调味 尝一下味道咸淡根据自己的口味 最后放少许枸杞点缀一下 一道好喝的排骨冬瓜排骨汤就做好了